北约峰会即将于6月29号至30号 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 峰会召开前夕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在当地时间27号表示 北约计划把快速反应部队的规模 扩大到30万人以上 他还表示 北约将在此次峰会上宣布 增加部署在欧洲东部各国的兵力 北约于2003年组建了快速反应部队 由陆海空和特种作战力量组成 现有兵力4万人 同样是在27号 数名美国官员表示 预计美国总统拜登 将在出席北约峰会期间 宣布延长美军驻波兰的时间 并改变目前在波罗的海国家的 轮换驻军策略 美军或将常驻拉脱维亚 爱沙尼亚 立陶宛以及波兰